1999年4月25日 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上訪 開啟了《法輪功和平上訪》的新篇章 為紀念這一壯舉 4月22日 日本法輪功學員在東京舉行遊行 並呼籲民眾一同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每年日本法輪功學員都會舉行活動 來紀念24年前425萬人上訪的壯舉 我身後的法輪功學員正在東京街頭 舉行今年的紀念遊行活動 同時道路兩邊還有學員正在派發真相資料 不少人了解真相後 對法輪功學員的遭遇感到同情 來自日本各地 約400名法輪功學員組成的遊行隊伍 在警察的指揮下 從東京池袋中央公園出發 大頭陣的是日本天國樂團 樂團演奏了《法輪大法好》 《神聖的歌》 《法輪聖王》等多首曲目 最後是《法輪大法好》 《停止迫害法輪功》 和《法輪大法公法展示》的三大方陣 他們打著《法輪大法好》 《停止迫害法輪功》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中日文標語 沿途向民眾發放真相資料 並講述法輪功真相 不少日本民眾在瞭解到中共對《法輪功學員》 進行的人權迫害事實後 立即簽名來聲援《法輪功學員》的 和平反迫害活動 還有剛剛來到日本的大陸華人 看到了海外的民主自由 與中共迫害人權的鮮明對比 參加遊行的《法輪功學員》 希望更多民眾看清中共本質 共同聲援中國國內的《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學員》是從法輪功學員 在中國大陸是一次和平理性的上訪 因為法輪功學員的理念就是修煉真善眼 所以就是無論做什麼事情 都是為別人著想 所以就是說包括上訪的時候也是 就是為了雖然是有一萬人 但是也不會給社會造成太多的影響 像我們今天以這種遊行的方式 能呼籲更多的日本民眾 能給予我們大力支持 也希望更多的日本民眾 能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 24年來 日本法輪功學員秉承425精神 和平理性的講清真相 他們希望能有更多民眾 來了解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事實 並期待早日結束 這場長達24年的人權迫害 新唐人電視台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 請訂閱 1 4 2 2 4 0 4 7